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七八八五七七 我们恢复彭阳学校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 我该说什么呢,朋友们 我感觉就是比游戏里的NPC还要离谱 因为游戏的NPC它至少会在你点击之后 再跟你对话再重新开始,对吧 这个就是后面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他们在对着空气 然后就开始讲解了 在跟谁听呢 然后而且看到这个摄像头拍过来的这个人过来 也没有重新开始说 所以我走过来之后 我这听了个寂寞吗 你这是不能重播的电视频道是吧 我不知道就是让活生生的人类来做这种事情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是AI真的应该去代替人类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呢AI跑去开车 然后呢让活人来做这种工作 因为AI开车呢真的风险挺高的 你说自动驾驶中国普及开来已经出了多少问题了 有些人也许会说 那你说发展什么样的科技技术不需要试错呢 那改正错误再一点点优化呗 可是问题就在于 像自动驾驶这种错误很多时候都是人命的代价 所以说可能说这个话的人是习惯了共产党所说的那个 我们走了一点弯路这样的一个说法了 死个几千万人呢 那也都是为了理想的那个结果而走的弯路 但是呢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称为那个被牺牲掉的 用来试错的实验品 而且一个需要如此多的人命来去试错的一个东西 它压根就可以不用去发展了 或者说找到一个更优化的办法来进行试错和改进优化 你说那些死掉的人 人家凭什么要为了一个可能到最后发现 哦这个事情我们做不到 或者说它也没有什么用 然后就白白的付出了生命 甚至还不是自愿的 原因呢还不是因为AI如果用来做这种像这种直播一样的无脑的播报机器 或者说你问我答的这种就一点也不酷 但是无人驾驶看起来就酷炫多了 所以说为了长面子人命算什么呀 人类一开始包括发明计算机机器AI等等等等 它都是为了替代这个重复性劳动的 可以解放出来人比较有优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点 现在至少在中国基本上已经本末倒置了 AI发展的产业都是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科技大国 自己是高大上酷炫爪 就是能够体现这一点的采取发展 把AI投入进去 而不是想办法呢 是让AI在它能够体现它最大用处的那些行业进行发展 它也不管在实际使用中的一个效率 也不管对现实中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的一个便利的提升的程度 基本上只追求长脸 那请问呢这该怎么才能发展好AI呢 当然了我们知道 让这些孩子来做这个事情是为了给他们洗脑 大家千万不要看不上中国那些学校举办的各种各样无脑的活动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关键的洗脑动作 因为这些非常无脑又枯燥的 又把人当机器使的这些活动呢 是让孩子们去当那个螺丝钉 慢慢融入到这些内容中来的 我敢说很多小朋友他们会为自己能够做好自己的工具人而感到自豪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陷阱吧 就是别人举办了一个活动或者比赛 那你为了得到这个举办方的认可而努力 不管他给你安排的什么工作 那这个举办方或者组织人 其实就已经是可以拿捏你了 久而久之呢 中国人不但被习惯去做这种非常无脑的 非常无意义的这种工作活动就可以忍受 而且也会习惯被拿捏被打分 被一个别人来决定自己的优劣 感觉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都特别的渴望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 就连小粉红和习近平也不例外 因为虽然小粉红总是骂骂骂骂骂 但是就像我说的 中国一旦获得国外的认可 那小粉红们都激动的恨不得上天去 习近平现在做的一切 也都是为了得到国际上的普遍的认可 什么透支去发展呀 你说为的是啥 还不是让所有人都赶紧看到中国 但是我觉得自由社会下长大的 真的会比较不在意外人的眼光 他们活得非常的随意 就是在非必要的情况之下 完全是活得非常自我的 他们不会盲目的去追求别人的认可 他们基本上要的就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审美也好 生活也好都非常自我 而且也会尊重他人 并且不太会对别人的一个生活来指手画脚 就非要把自己认为好的那一套去安待别人的身上 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中国人大多数都非常渴望外人的一个认可 然后呢喜欢把自己的目光放在别人身上 对人家进行审视 这跟社会教育也分不开关系 我希望呢有一天中国人不只是身体上 还有心灵上都能真的自由起来 就我每次看到美国人那种没心没肺的快乐和自信的时候 还真有点羡慕 黄牛很贵要一万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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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是我们卖票 所以比较难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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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你看 这不就跟我们前两天看的对上了吗 就一千多的票到了黄牛手里就变成了一万多了 CNF报演唱会的那场票1287我手里有五百张一张卖两万 开票五秒钟就抢光了你是怎么抢的 抢我这是花了二百万渠道费被主办方赠予的 主办方不是承诺只有XX一个公开售卖渠道吗 那是做给粉丝看的实际XX只会放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票 什么意思 物价局规定的偏差上限 歌手签的又是演唱会合同 喊老宝时候再加上舞台灯光这些成本 人家卖就赔死了 所以剩下百分之八十的票都是主办方主动放给你们的 对都是从上面一集一集传下来的 票再贵都有人买反正有粉丝解卡 所以演唱会的本质是主办方歌手和XXX的一个资本游戏 最后老百姓来买单 刘德华说他不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像他现在的热度还有他的知名度 像这种成都的艺人他肯定是知道的 因为他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傀儡 他绝对不是参与不了决策的那种艺人 另外刘德华还当了中国影邪的一个副主席 从这其实能看出来 他是选择跟中共站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就能知道就是说 台湾还是要做好准备 因为你们肯定还是有很多人是选择跟中共站在一起的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台湾人至少目前调查来看 我觉得大家也都清楚 是更多的台湾人是不愿意加入中共的 那这就是一场博弈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昨天跟朋友们说的一个事 我需要补充一点它的相关内容 主打的我们就是一个完整 就是昨天说的那个网红亚人他不让日本人进圆明圆的事情 然后就给人家在那没事小事找查 我知道他是为了拍视频 这个事在墙内也大发酵了 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相关信息被扒出来了 这个人他基本上就是专门为了吃爱国流量的 所以这个事他就找查的 但是他本人可以说是连小粉红也比不上 他只能算是一个人渣 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这个人他自己的网名亚人 应该就是那部叫做亚人的日本漫画 从这儿来的 咱也不知道人家反日凡的是什么 而且他本人账号上面写自己是英国的一个留学生 但是实际上他是在美国留的学 但他为什么不敢说呢 因为他在美国犯罪了 而且是强奸罪 强奸的是未成年人 这是当年19年的一个报道 上面说19岁流美学生涉嫌暴力性侵勒索女生 逃回中国前被捕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李高阳 因涉嫌性侵未成年人及勒索威胁等罪 在美国加州受审 报道称 2月22日晚 尔湾警局执法人员协同UCI校园 警方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疑似欲 飞往中国的嫌犯李高阳 目前已有5位遭李高阳性侵的女生向警局报告 尚未站出来的相关受害者可能更多 警方呼吁积极报案 据传把它保释出来是花了100万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实际上是非常的特别的 应该是有权有点钱的 他这件事情当时你看也是上了头条新闻的 但是网友们的记忆好像真的只有三秒钟 过了两年 这人摇身一变已经成为了这个爱国斗士了 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人物官博 他针对亚人他对于日本人不让进圆明园这件事情呢 发了一个评论的博文是这样说的 说首先这两个tag是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 日本游客在圆明园拍照被网红制止 9月7日网红亚人的网红 9月7日网名亚人的网红在圆明园游玩 一名翻译在日本游客拍照时要求亚人让一下 受到亚人的拒绝阻止 亚人的网名来自同名日本动漫 目前亚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32万粉丝 事件发生后 大部分网友认为无端阻止日本游客拍照非常不合适 有损大国形象 在网友质疑声中 亚人很快将账号中的几百部视频作品删除 我国的72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已让包括日本游客在内的大批外国游客 亲自感受到了中国的开放与亲和 中国社会既安全又自由 中国人很热情乐于助人 交通便利移动支付发达生活便捷 英美澳媒体对中国的滤镜式报道不攻自破 此外有网友发现了一次 亚人当年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犯罪记录 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 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 亚人自以为抓住了增粉神器 没想到无人捧场 无人捧场 请问这32万的粉丝是哪里来的 这我真的要加一句 我真的很想知道 就是大家看到爱国流量多好吃了吧 即使是如此明显的造假 如此夸张的去找查 就是没事找事 来这个搞这个仇恨 依然能有32万的粉丝 接着 此前一个名叫原田江泰的日本网红 专门碰瓷中国游客 故意夸大中国游客在日行为 吸引日本的无脑爱国粉 又开始拉踩了 就是我们这里就无人问津 你看日本他们才是无脑爱国 目前此人劣迹已被翻出 曾在疫情期间 在明知自己感染新冠的情况下 不戴口罩 去了多家人员聚集餐厅传播病毒 引起日本网民愤怒 换位思考一下 能对素不相识行为规范的陌生人 恶意的谩骂的人 也不太值得尊敬吧 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的社媒的套路 朋友们应该已经发现了吧 还记得前段时间那个 倒卖尸体就是从殡仪馆 然后就赶紧挖出来 美国两年前的一个报道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来对比跟自己洗白 我之前说过 其实用他们用这种方法 就是说我不好 但外国也不好 所以大家都不好 他们就用这种的方法 来去让一些 就是看到中国政府不太行的人 就会受到蛊惑 觉得那就这样吧 反正全世界都一样烂 但他并没有去比较到 真正自己做的不好 人家做的好的地方 他们就不说 更何况呢 像日本那种网红的行为 我只能说是 哪儿你说哪儿 还能没点老鼠屎啊 对吧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里边没有出点什么人啊 渣之类的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数量 和比例和普遍性 对不对 要比这个呀 而且我觉得中共真的是 黑脸白脸都在唱 一方面他们各种教育 是把人教育成了仇恨日本的一个样子 然后天天宣传那些激起民族主义的东西 你去翻一下人民日报就知道了 不然的话哪有那么多人会去吃爱国流量 那就是因为这个流量好吃啊 但等到真的有人开始这样做 或者说他太偏激的去做 然后引起这个社会上觉得 这是不是太搞笑太过分的时候 他又开始唱白脸了 说我们政府宣传那一直都是友好开放的 我的政策都很友好 是这些人的个人行为 说白了 他们就是左右手在那互搏 全世界现在都摸不太清楚中共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更得敬而远之了 我看啊 这个还是嫌之前日本企业 跑的不够快 不够多 还有这个外资 跑的速度太慢了 中共应该也不会觉得 这样子就是左右手互搏 在全世界面前展示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维护自己形象的一个行为 他们说明也是做做样子 只是暂时还维持着这个窗户纸 不要捅破罢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会看到会员专属的最新的数据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除完全考虑 个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认真做答 谢谢大家来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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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